接下来我们为各位介绍影像尺寸的设定 我们在Photoshop开启的影像 其实它都有一定的宽度跟高度 那么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这是档案的名称 还有它显示的百分比 就是我们的检视比例 现在是25% 所以换句话说 它比原来实际的尺寸还要来得小 我们来看一下它真实的尺寸 如果你要放大的话 可以用缩放检视工具 或者直接用快速键 我们按Ctrl加 一样也可以放大 这个才是它1比1原始的大小 但是我们在输出的时候 或是我们要做合成的时候 经常都需要将影像调整到 我们需要的尺寸 这个部分我们要如何操作呢 我们在影像功能表 点选影像尺寸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影像 目前的大小 它的宽度是1920x1200像素 其实这张图片是作为 Windows桌布用的一个图片 但如果说我们要调整大小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像素尺寸 下面有一个文件尺寸 像素尺寸通常是用于在萤幕上显示的 文件尺寸通常是用于印刷 像我们如果要把这个影像列印出来的时候 我们应该就是使用下面这个尺寸为主 现在我在这边先输入一个新的尺寸 例如我需要把它的宽度改为800像素好了 我们在这边输入800 你可以注意到当我输入宽度的时候 高度也会跟着改变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打开强制等比例 你可以发现在我们的宽度跟高度 后面这边有一个锁的图示 如果你把这边的强制等比例取消的话 那么我们再调整 像我这次再输入宽度 我把它调到600 那高度就不会跟着变 但是你的影像也就因此可能会出现被压扁 或是拉高的情况 我在这边还是把它设定成宽800像素 高500像素 然后再确定 你可以看到这张图片就缩小了 好 但如果说我希望是缩到原来一半 还需要去计算新的尺寸是多少像素吗 其实不用 我们也可以用百分比 影像 影像尺寸 你在后面的单位 除了像素以外 用百分比 我们这边再把强制等比例打开 还有如果说你这边打开强制等比例的话 你的缩放样式 一般来说我们的缩放样式 大概都会把它打开来 因为你如果缩放样式没有打开的话 有时候经过缩放以后 你的那种图层样式会变得很奇怪 好 所以一般是把它打开的 我这边如果想要把原来的影像 缩到原本的一半 我就把宽度或是高度设定成50%就可以了 好 再确定 好 你看 但是如果说你要放大的话要注意 因为点正图放大之后 影像很容易就变得不清楚 我们可以看一下 影像 影像尺寸 还记得原本的大小吗 原本的大小是1920x1200 那我们再确定 让它放大 各位看到什么 影像就模糊掉了 为什么 因为当你的点正图放大的时候 Photoshop会帮你做插补点 但是这个插补点没有办法做到很精确 所以在放大的影像 通常都会变得比较模糊 你大图缩小 其实影像品质也会变差 但是通常在肉眼查学上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的 好 我们这个档案呢 因为已经做了好几次缩放了 所以你可以发现它变模糊 因此呢 各位在处理点正影像的时候 真的要避免缩放 放大缩小都一样 尤其是放大品质真的会变差 好 我们这边再还原回来 我可以直接点选回复至前次储存 把这个档案重新读进来 各位可以比较一下 这个是圆图 好 那我们刚才这个比较模糊的图片呢 是我们缩小了 缩小之后再放大 好 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好 那么另外一种缩放的方式是这样子 我们点选影像 还是选择影像尺寸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里的文件尺寸 如果今天你要列印出来 你可能是希望印到A4满版 那我们在这边要怎么设定呢 A4的大小 如果是横向的话 宽29.7公分 高21公分 如果你不知道 你要放大到几层几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从Photoshop这个开心答案的预设计里面来查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刚才A4的尺寸 就是在国际标准纸张里面 A4 我把单位改一下 单位可以改吗 你可以改成公分公里或是英寸 它会自己换算 我们这边如果改成公分 看到吗 只不过这个地方 它建立的时候 这个是直式的A4尺寸 你看 它的一边是29.7 另外一边是21公分 所以各位记一下 还有印刷的时候 解析度我们一般是设定成300dpi 这个部分其实你也可以跟输出中心 或是印刷厂询问 看看这个地方要设定为多少 在他们的机器上 印出来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这个可以跟业者问一下 所以今天我如果想要把这一张图 在输出的时候直接印成A4的大小 那么我们在影像尺寸 就是从文件尺寸来设定 宽度29.7公分 你看这个高度你要注意到 不要让它超出A4的大小 变成超过21公分的话 那你这个A4的纸上就印不下去了 好 像我们在这边的如果高度21公分 那你宽度是不是超过A4的29.7 就会造成没有办法印出来的情况 就是会超出去 好不过呢老师这边也要提醒各位 一般家用的印表机 如果你的尺寸是A4大小 通常 喷目印表机没有办法印到满板 为什么 因为喷目印表机 它在送直的时候是靠滚筒 那因为要摇直 所以你不可能印到满板 除非说你印的时候 是可能用超过A4的尺寸来印 然后裁切 裁成A4满板的大小 好我们在这个地方 再把宽度改回来29.7公分 好那你看高度就不会超过 好还有一个是解析度 解析度我们刚才看过在印刷的时候 通常解析度要设高一点 一般是设定层300以上 那么各位你可以注意到 你在设定层接近A4大小的时候 像素尺寸会增加 有没有 原来的档案是6点多Mb 那现在变成22Mb 而且还是不是A4满板 A4满板印刷品质的话 差不多在23Mb左右 好我们再按确定 那这张图片 它就是A4大小 到哪去了 没有因为放大了 我们这边是100%对不对 好我们先缩小一下 按Ctrl-- 或者是你如果希望它自动缩放到适当的大小的话 也可以按Ctrl-加0 这个就是改变成A4大小了 好那当然你要注意到 你的尺寸放大之后 档案的所占的尺碟空间也好 或者是记忆体空间也好 也会相对增加 所以你如果说要处理大图的话 Photoshop要准备给它足够的记忆体才好 好我先回复回来 好刚才我们介绍的是影像尺寸指令 在这个地方我们再介绍一个版面尺寸 老师在这边选择版面尺寸 各位你记得我们这个圆图是1920x1200的一个影像 好那你看它的这个单位是公分 这边变成公分 我可以改一下 改成像素 好如果我现在要建立一个新的尺寸是比原图还要来的大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举个例子我现在在它的宽度加20个像素好了 那就来到1940 高度也加20像素来到1220 好再按确定 这边因为新尺寸比原来尺寸还要大 所以会造成版面的延伸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边各加了20像素对不对 好按下确定 所以这个时候它在上下左右 就会各加10个像素 它平均了 好我们可以再试试看 好还原回来 这一次我要加大一点 我加100像素 可不可以让这个地方固定就是用像素为单位 不要是公分 其实可以从偏好设定来调整 我们在Photoshop编辑的时候 它有一个设定的尺规的单位 其实看你今天是Photoshop是要做一些平面印刷 还是做网页的东西 因为如果说你是做网页的东西为主 或者是说做一些视讯剪辑的为主的话 通常单位会使用像素 好OK 这个地方呢 老师要插出去讲一下 怎么样去设定Photoshop 惯用的单位 点选编辑 编号设定 然后再选择单位和尺标 这个偏好设定呢 可以设定Photoshop的一些像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单位啦 或者是效能 比方说要配多少记忆体给它 还有要不要打开3D加速功能 总之这些偏好设定呢 可以让你的Photoshop使用起来更有效率 那我们现在就选择单位和尺标 我们在第一个尺标这边可以看到目前设定是公分 这是Photoshop的预设单位 如果今天你主要是做网页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改成像素 这样确定 好我们再看一次 点选影像 版面尺寸 它就变成像素了 你不需要再去 再去设定它 OK好 那这一次呢 我把它的宽度跟高度都各加100 所以就来到了2020像素1300像素 那我这边呢 我们按确定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是平均加在上下左右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做一个像 相片一样的白色的边框 你可以用版面尺寸来改 好我们再还原回来 还原 刚才我们建立的版面尺寸呢 是大于目前的尺寸 新尺寸比目前尺寸还要来的大 但是如果小于的话会什么样呢 现在呢本来是1920 那我在这边呢 如果把它的宽度呢 减到1000好了 好然后再确定 那这时候呢 它就会出现一个警告讯息 新的版面尺寸小于目前的版面尺寸 它会有一部分呢被裁切掉 那裁切掉哪个地方呢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锚点 这个锚点我是放在中间 预设也是在中间的位置 那么它变成两侧 左右两侧都会被裁切 来我们继续 你看这时候呢 这个影像的宽度就只有1000像素 因为被裁切了 我们再还原回来 好再次执行版面尺寸 那我这一次呢还是裁切剩下1000像素 但是我这边的锚点呢 选择放在左边 那会是什么情况呢 按确定 还是一样 我这边的锚点放左边 那变成它左边的影像被保留下来 右边被裁切掉 所以当你的新尺寸小于目前尺寸的时候呢 有一部分就会被裁切掉 好这个是影像尺寸跟版面尺寸的用法 待会请各位先练习一下